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终于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了 我想实现当初的梦想 专家前来帮扶 是什么原因在牛舍外坐等一夜 稻田里养螃蟹本是效益双收 但农户却遭遇难题 这么小的话 它怎么卖啊 都那么小 今年也没有什么办法 专家找寻问题 却遭到质疑 我感觉给我喂的时候多少它也吃点 吃啥 还吃 还酱呢 两位农户究竟遭遇了什么问题 乡土专家能否顺利解决 敬请关注 高手来了 牛儿蟹儿 快快涨 帮扶扶规则介绍 在每期节目中 栏目组接到农户的求助后 就尽寻找乡土专家 帮求助农户找到问题发生的原因 并加以解决 本次帮扶及宣告成功 王国宝今年65岁了 很多同龄人都在享受天伦之乐 可他却偏偏闲不住养了八头玉肥牛 可是这刚养上没几个月 牛儿们却出了状况 求助农户王国宝65岁 安徽省富阳市太和县人 养殖玉肥牛八头 求助问题 玉肥牛不长肉 王大叔 王大叔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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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妹承杰 这一块就是您养牛的地儿 对 就是我养牛的地儿 这牛是什么品种啊 大叔 就是西门塔尔 全都是 是吗 咱这一共有几头 总是八头 有八头 西门塔尔牛原产于阿尔卑斯山脉 这个品种不仅出肉率高 产占性能也很好 正是看中了这一优势 果果很早就引进了西门塔尔牛 不过如今养殖户们养殖的 并不是纯种的西门塔尔牛 而是西门塔尔牛和本地黄牛的杂交后代 这些杂交后代被大家统称为西门塔尔杂交牛 王国宝这里也是如此 王国宝养牛是以铲肉为主 既然是铲肉 那应该是各个标肥体状才对 可是王国宝却在交谈中 道出了自己的苦呢 您是今年刚开始养的牛 对 今年三年 但是就这一个瘦 这个瘦 这个瘦了 您看后边那个骨头 咱看牛的标情应该也就看那骨头 还有它的这个脊柱这一块是吧 这都是尖的 对 那是挺瘦 您看这个应该也不胖 也不胖 对 除了这两头 这头是不是也不太行 对 也不太行 等于是头上这几头不太好 不太好 那您这是同样的胃法吗 是一起照顾的吗 那都是一起照顾的 就是找不出毛病 因为也没有经验 就是找不出它的内部的毛病在哪 关键差的还挺多 来人啊 来来来来 这是我弟弟 表弟 您好大叔 他也是养牛的 您也是养牛的 对 那您经常上大叔这边来看吗 经常来看 那您没跟那个表弟 沟通沟通交流的经验 沟通都是不知道出来哪个毛病 现在这个牛大概多少斤 您知道不大叔 这有棒可以撑牙 您平常是不是也经常给它们撑 经常的撑 这吃起来了 192.5 才300多斤 正常的话这个时候应该得是多少斤了 平常在长到500了 五六百斤 您这才300多 这可差在将近一半呢 嗯 咱把它再牵回去吧 好 牵回去 那咱再撑撑旁边这个呢 旁边这个看起来比它高一些 好 撑那个好不好 对 但是它也瘦 也瘦 看来这个撑重 平常一个人应该也弄不了是不 对 也就这两个人 二百二百七十七 五百五十四 五百五十四 这个买的时候有多重 买的时候四百四百三十多斤 四百六十多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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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长得还没一百斤呢 得长到八百多斤 得长到八百多斤 因为大叔本身就很瘦 有的时候拽牛的时候吧 那个牛又不听话 那个时候我觉得大叔 真的都还挺不容易的 正常的八百多斤 您这五百多斤 嗯 大叔那您这 差很多呢 现在我们这里卖十八块 哦 十八块钱一斤 就是差五千四百块 王国宝每年的退休金三万多元 为了养牛 他一次性投入了十六万元 这对于他来说 原本经济压力就很大 如今眼看投入的成本都收不回来 更是让他感到失落 好 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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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婶子是吧 婶子 你好 婶子你好 你好 小妹成姐 平常您也去大叔那个牛场吗 婶子 一个电话打过来了 我要去给她 不管也不行啊 这养牛没养牛 掉了十几斤肉 掉了十几斤肉 哎 这会儿一看就比现在胖 对对对对 看起来没有那么老 对不对 是是是是 今天回来一次 嗯 四点多钟的时候我一行 哎 人上手走了 早晨四点钟 哦 那天天都是那点的 王国宝养牛的辛苦 老伴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可王国宝对养牛这件事 却像是一种执念 无论怎样都要坚持下来 实际我小的时候 老家就是农村 有不少家都是养牛 所以那时候我都很喜欢养牛 但是后来呢 党明来 去党明也是年轻人这边 保卫国家 那时候也是很广荣的事情 党了五年兵 回来以后很想养 但是呢 家里不支持 也不理解我 现在呢就是说 终于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了 我想实现当初的梦想 高丽萍42岁 安徽省介守市田宁镇江楼村人 养殖玉肥牛五年 年初蓝量300头 都是这样的吗 片儿比较难 是 比较艰难 比较容易 高丽萍热衷公益的缘由 与她的亲身经历有关 别看如今的高丽萍十分乐观 就在几年前 她经历了人生中最绝望的时刻 当时身患重病的高丽萍 背着应看病欠下的债务 带着有先天性疾病的女儿 和一对还在强宝中的双胞胎 生活和精神的双重压力 让她濒临崩溃 那个时候穿靠着 就是国家的竞争扶贫 你看我们政领领导 当时还借给我钱 然后建成房的时候 还给我大毛代管 我就开始想着 我用啥方式 我要汇报党人和政府 如今的高丽萍 不仅通过养牛摆脱了贫困 更重拾了对生活的热情 大起大落的经历 让高丽萍更能体会 当别人遇到困难时的窘迫 她也更加热衷于帮助别人 这样一位不寻常的相处专家 能否帮助我们本期的 求助农户解决问题呢 我给您找找这个王大叔 王大叔 王大叔 这个就是我给您请来的专家 高老师 这位大叔就是咱的 这个养牛的求助农户 您看看 大叔还是没有经验 您给我们都看一看 你看这个牛都非常正常 这儿是正常 对 你看这个也是 这表情你看 省龙祸狐狸 而且表情也很 这几个精神状态 就有问题了 精神状态有问题 对 你看那一个 这爽麻的茄子 没反应 没反应 对 没反应 对 你看这个瞪着眼睛 它已经出现了 就是 痣痣 您现在啊 这三头牛 这三头牛 不往是那敢吃不着的 吃了 现在三头牛 都病了 给没救没想到 一听说有病 那肯定是非常非常着急 经过高丽萍的初步判断 三头瘦牛 都存在患病的可能 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 高丽萍需要进一步排场 大师话 这个分面 是哪几头牛的 这个就是这边 这个 你看 这个分面都是黑色的 你看 正常的是什么颜色 土黄色 天生一些 对 那是正常的 对 你看这是黑色 它带着粘液 你看 这都粘液 分面发黑 还带粘液 对 这就代表这个牛 有问题了是吗 对 还得看看它那个 这个牛 是不是发 有少 发少 如果发少了 就证明这个小化系统 是有炎症的 也就是说 这牛就是生病了 对 高丽萍通过 对牛分面的观察 初步怀疑 三头牛的消化系统 存在炎症 但是要了解 牛是否发烧后 才能确定 这些问题 究竟和这三头牛 不长肉 有什么关系 高丽萍能否找到 牛不长肉的原因呢 你以前凉过体温没有啊 没凉过 一次还没凉过 哎呦 你这老兔啊 你再少嘛 都不知道少了几点 还说不定还少死了 给你先拿温度标 给你凉一下去 他更说这个牛要死 那我都敢对话说 混心 哎 就这大战战 大脑感到一片空白 大叔你看 啊 现在41度5 这就是发烧了 对 现在少的肥肠严重啊 那正常应该多少度啊 正常38度5 找个胚 找个毛巾 我要给他降温快点 大叔您这有没有喷盒毛巾啊 有有有有 那咱赶紧的 肠妹的药 我都是男生携带 就是咱得先给他吃上药 然后再屋里降 对吧 毛巾给他放到哪里啊 放到二根这里 三十九点几啊这是 没有这是 这是三十八度九 他以为下午的稳度被人提稳就高些 这算正常了 这算就是降稳了 这温度虽然降近了 你不能想那个大意啊 我们要找到根本原因啊 现在已经就是起少了 就是牛份是黑色的 再粘液 然后这就证明 它肠胃有炎症啊 肠胃有炎症 对 你看这两头 虽然没有发烧 但是拉的也是黑实啊 是 也是肠胃是有问题的 它就是它最严重的时候 当牛出现肠胃炎的时候 会影响食物的消化吸收 严重时确实会造成 患病牛不长肉的情况 为了找到牛出现肠胃炎的 根本原因 高丽萍需要查看 饲料是否存在没变等情况 王国宝牛不长肉的问题 会不会就此迎刃而解呢 这个玉米料 玉米面也不变质啊 也挺好的呀 这个是什么 豆磨 还挺香 这没问题 你这个平时喂的就是这个走 平时这样 然后配玉米解割 配的解割是吧 你看你喂的非常仔细啊 思考也没问题 料也没问题 对 咱还发炎呢 肠道发炎怎么回事呢 你也喂牛 因为到喂牛这点了 等会儿喂完之后 咱观察观察翻厨 今天晚上一定要找到原因 好不好 你好 你那牛也该喂了 你也喂牛 我也回家 然后安排好工人 我等一下就过来 好不好 行行行 牛都发烧了 都找不到问题 我看到料了 料我认为有没变啊 都没有 我在想 只有观察翻厨了 必须在当天 就得看出来 找出问题了 应该到第二点 少生燃烟 还是不知道的 翻厨 是指食草动物 在食物消化前 将流味中的食团 呕到口中 再次咀嚼 和再次吞咽的活动 由于翻厨活动 与牛的流味 直接相关 所以观察翻厨 可以看出牛消化系统的 一些具体问题 观察过后 高丽萍会发现哪些蛛丝马迹 他又能否顺利找到原因 解决牛不长肉的问题呢 一般喂完料以后 都是三十分钟到六十分钟以后 然后才能翻厨 那咱再等等 快了 这差不多六十分钟了 咱们去看一下 好吧 好 好 这个 这个 你看里边那个吗 你看那个不是胶出来吗 那个最大的那个 对 标情比较好的那个 对 证明他翻厨的话 证明他没问题 对 这个是一直 感觉他站立不安的一直 是吧 这个也没动 这里 咱再坐着等一会 再看看 四位后三十到六十分钟 牛就应该开始翻厨了 可是王国宝的三头瘦牛 却迟迟没有翻厨的迹象 这三头牛究竟还存在着什么问题 它们不长肉的原因 与翻厨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你看 从昨天到现在 我们观察了一个玩意 他都没有翻厨 这个不翻厨 可以有很多原因 但是你这头牛 我可以确定 就是流胃即食 单吃不张 三腹即少 然后还有拉黑石 还有粘液 这些症状就表明 他就是流胃即食 他说定他就是流胃即食 造成这个流胃即食一般都成了 成了 得 你是不是这三头牛 在外喂这个假料了 没有 没有喂什么小料 没有 从来没有喂过 没喂个不至于 要不然你喂一料 我管哪管哪 好吧大主 好的好的 好 行行行 玉肥牛每天四草和精料的摄入量 要根据牛的体重变化来调整 体重越重 所需的饲料摄入量就越多 王国宝的三头兽牛买来时 和其他牛的体型相当 为什么会产生流胃即食的情况呢 究竟是高丽萍判断有误 还是另有引擎呢 行了 你也喂好了 我为啥知道这个三头牛 留胃即食了 为啥呀 你看 他们仨都在最外面 你看他 喂料的时候都里面往外喂 而且剩的井料 他们都倒给他了 玉米面 到了胃里面不就有水了吗 然后他会成吞 然后成吞过之后 他的胃就蠕动不了 到火一溅水 不就大了吗 发辣 都知道 精料太多了 然后他吃的精料多了 他就导致这伞头 都会溜位去吃啊 精料太多了 对 咱只是不懂技术而已 对 这回懂了 以后不就 以后不就养的更好吗 对 然后明天我邀请你到我那儿 牛掌里去看看我的牛去 好啊 好 再距离看看你的地方 比你行 高老师 我们都过来了 正在喂牛呢 是不 这个料跟大叔那儿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这个都是拌云的嘛 草 井料 所有料在一起 等于在他胃里边有这个东西垫底 包裹着精料 然后他蠕动比较好 所以他就吸收的好 大叔以后咱也得搬匀了是吧 爪筋干净 一定要记住 井料和刺草夹在一起 一定要控制在牛的体重的2%到3% 井料一定要控制在1%到1.2% 走 我带你见见我里边的牛 然后让你打样 这个个这牛 哎呦 您看哈 我这一看 看着差距啊 你养的 你要学量 养的比我养的还得好 你要得相信自己 有了高丽萍的耐心讲解和鼓励 王国宝的状态明显轻松了很多 几人相约 第二天再次到王国宝的牛厂 帮助他彻底解决问题 大叔 大叔 哎 我们过来了 好好好 今天我来啊 就是给你来 给做牛厂 解决问题 那咱先干什么呀 第一步 我找个雨线 我给你搂背 好不好 整洁的牛舍环境 可以避免细菌的滋生 除了帮王国宝清理牛圈 为了治好三头牛的 刘胃基石 高丽萍还带来了一些物资 高老师您给带的这些东西都是什么呀 这两个呢 然后是治疗它那个流胃基石的 这两个 对 那一个是山楂酵母粉 消食 煎胃 这个呢是药 治疗它这个流胃基石的 你可以看到这耍明鼠上来喂 看 还有一种指标法是那个辅助按摩 好 好 那咱学学大叔 对 我来给您示范 教教大叔 来大叔咱好好看看 这是做题对吧 这是来事 肋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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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怎么按法 大叔您看 好 大叔拿拳头 肥肚 然后 上拖 大叔你看看 大叔 你坐下示范 好 你试试上手试试大叔 对上手试一下 用拳头是吧 对 拳上头 对 这就有流胃是吧 对 这按摩促进流胃蠕动 反处的快 累不累大叔 累也是高兴的 这回找到毛病了 说到技术了 知道咱俩做了 只有找个方法 才能够把你有养 把你有将来更费去 牛养肺了 我也长肺了 不愿 高丽萍大起大落的人生 因为养牛 过上了满意的生活 王国宝也终于 实现了养牛的梦想 毫不相干的两个人 都通过养牛 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相信认真对待生活 坚持信念的王国宝和高丽萍 在未来的日子里 会继续勇往直前 祝大家喜年好 祝大家拜个年 大家好 这是 这是我们家乡的特色菜 土豆炖鱼肉 这是我妈妈做的拿手好菜 祝现在的哥哥姐姐阿姨们 工作顺利 从信息提问 市企频道越办越好 祝参观农民朋友们 日子越来越恐怖 一路通平 一路通平 稻田蟹长不大 专家怎样通过细枝末节 找出问题所在 你看这脚印 正常的脚印 不会把地掏出来 你全是坑 来到专家基地 農户看到了什么 居然惊叹连连 这个就是在 在西兰东北 人家来说 养的就是 很少很少很少 根本能看面 在市场的 请继续收看 高手来了 牛耳蟹耳 快快长 金秋十节 松嫩平原上的万亩良田 迎来了丰收季 水稻摇曳生姿 稻田中的螃蟹活泼机灵 仿佛都在向人们诉说着 收获的喜悦 但我们本期的求助农户 却因为养殖的稻田蟹个头小 不好售卖 而心生烦恼 求助农户孙立强 三十五岁 麒麟省松原市 前古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 鸿光农场人 求助问题 稻田蟹个头小 是孙立强大哥吗 你好 你好 你好大哥 帮小妹承杰 你好你好 我看您这块地儿 不小 水稻大概种了多少 水稻是十六公顷 水稻里边全都有螃蟹吗 不是的 咱们就是这一块有 大概有二十多亩地吧 稻蟹共生 是种植业和养殖业 在人为条件下科学结合起来的一种综合重养模式 水稻为螃蟹提供自然的生存空间 螃蟹又可以清除田间的杂草 摄食害虫 减少农药和化肥的使用量 原本是效益增收的理想模式 但农户却因此而大增烦恼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今天这螃蟹小 就是长的有的是一两 多一点有的还不到一两 不到一两 不到一两 即将到螃蟹的上市期 但孙立强养殖的螃蟹 却仅仅只有一两 但一两蟹是什么样的 在农户这里又有多少呢 当小妹和孙立强决定下到田里 抓几只螃蟹上来一探究竟 这都是 stimul 因为大家注意 不要说生出来 我会做什么 有一个团袋 有没有 你夫妻 有一个团袋 没错了 没错了 有一个团袋 又来了 夸张 你这不吧 要抓着 抓着 这些团袋 太好了 又抓着你这 还真是 就是来到强哥这儿之后 我才知道 其实它的水稻 种的还是挺好的 可关键就是 这个螃蟹出了问题 个头太小 感觉里边这个个头都差不多 对 35 抓住它是吧 对 35的话 35克 不到一两 不到一两 所说的就是七钱 也就七钱 对 基本上个个都这样吗 咱得多找几个车来看 这个它俩应该是差不多少的 是 这乍一看 对 大小其实还都真差不多 这个45 45的话应该是 45也不到一两 九钱 对 九钱 就七钱 那个九钱 都还挺小的 您什么时候发现 这个螃蟹是不是别人的小的 在七月中下旬的时候 我感觉就是 它的褪壳 要照正常的 就是要晚一些 那你怎么就看出来 它要退壳了呢 螃蟹这不都是 有点发 就是轻 你等到它要退壳的时候 它就会有点发红 那咱现在这个田里边 还能看着这种现象吗 现在有 那咱找找看看 行 那咱俩上前这里边去找找 大哥你看 这有两只 这也是它刚推完壳的 这就是刚推完壳的 对 你看 你上手摸一下 它是软的 哎呀还真是 好软 然后这个 你再看看这个壳 而且它要把这个壳摸起来 就是那种Q弹Q弹的 对对对对 螃蟹属于甲壳类生物 身体外包裹着一层厚厚的外壳 在它生长的过程中 身体不断增长 硬壳却无法增长 所以就要通过不断退壳 来实现长大 螃蟹从右蟹到成蟹 要经历五到七次的退壳 此时螃蟹的重量 也会比之前增加30%到40% 所以退壳对于螃蟹的生长 至关重要 你这个还那么小呢 你再等等再摆不行吗 这个就不行了 因为咱们这是用的 那个松花浆的水嘛 归那个灌区给咱们供水 年年就是9月5号的时候 就灌区统一 就是把我们这个水就全停了 每年的9月底 松原的稻田就要为您收割 所以当地都会在9月初 就停止灌区供水 但螃蟹在没有水的环境中 却无法继续生存 看着田里水位一天天的下降 孙立强和家人也越来越着急 落下山 培落下山 西南 东那个 正面 露子 今天收什么药了 来師兄 这帮着急呢 这 load 今天这个蟹 二两多的多不多呀 多 今天这蟹太肥呢 这个大木龙 这都是二两多 这个黄 naked 乡土专家刘霜45岁 吉林省松原市前国俄罗斯 蒙古族自制县人 养殖稻田蟹1300亩 我在九岁的时候 留下了这么个残疾 生活给每个人的磨难 都是不一样的 但是每个人对社会的回报 和对社会的认知也是不一样的 我愿意帮助别人 我也曾经受到别人的帮助 我也常把这种感恩放到心中 是 所以是 在装备上的 小哥 快 我们过来了 我把专家给您请过来了 得介绍一下 这是刘老师 刘老师 你好 刘老师 你好 这是孙丽强 你赶紧给看看能不能给解决了 现在这个有昨天补出来的蟹子吗 有 昨天晚上装出来的 补多少啊 昨天 昨天补了那有十多斤装了 十多斤 那你现在能拿出来我帮你看一下吧 他这蟹子 这蟹子活力挺好啊 是看他这个张牙舞爪的 是看他活力好吗 对 你看那小转还在那里挠过去 但是他这个蟹子偏小 你看这个 这个 有一两 一两左右的 最大的这里就一两二三 你这个蟹子我看都差一点坎儿啊 你这个 不对 咋不对了 你看见这个颜色不一样的吗 像这个 看一眼见 这个和这个 那个颜色发深 这个浅 还有这个 我为啥把蟹子给你看 看这个 这个发黄嘛 是 这是肉在跟壳的这种脱离 这是还要退一遍壳的 你这是退地底边壳 我这是退第四遍 第四遍壳 那你就不对 正常应该就得退第五遍壳 这时候才是完事啊 在我养殖这么多年当中 我没见过就是螃蟹 上市的这个季节当中 第四次壳还没有退完呢 它这个问题确实挺严重的 那我这牙子太多了呢 你这第四回还没退 对啊 嗯 那你这肯定得偏小啊 那等于差了两回呢 那它差两片壳 它那是螃蟹怎么办呀 都那么小 都那么小 今年也没有什么办法 没办法 这个温度的这个条件 再一个水的这个条件 它这都不具备了 今年肯定长不大了 本身去年就没做好 今年 今年害人的样子 又白忙了 原本孙立强以为 专家来了 可以帮他解决眼前的难题 但没想到 专家也无计可施 在这样的情况下 帮扶任务该如何继续 老弟 别灰心 这个今年呢 这个就这种情况了 隔大伙帮你找找一个原因 这个时间段做育肥 育肥的时候 可能从重量上还能找一些 但是眼下咱这个问题 还是得解决 还得找原因 对 得找到原因 虽说今年的螃蟹小已成定局 但还可以通过短期的育肥 来增加重量 而且只要找到影响螃蟹退颗碗 长不大的真正原因 明年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那究竟孙立强这里 到底有什么问题阻碍了螃蟹的生长呢 你这个一产七亩地撒多少秒 我这是一产七亩地撒了三百几秒吧 三百几秒 一产七亩地 十五亩地 二十五亩地吧 这一亩地划十多几 十斤多点 我就明显就能看出你这个密度大 你看这脚印 正常的脚印啊 不会把地刨出来的全是坑 哪个地方是螃蟹的脚印 这个看不着 这个划狠的地方 这野小坑 深沟的这个 这都属于它的脚印 你这现在脚印 你要不注意 看不出是脚印 全是坑的 正常它全是划的线 这就明显看出你这密度就大 正常一亩地就五斤嘛 你投胃的话 顶天也就六斤到七斤 密度大了 跟这个螃蟹大小有什么关系吗 密度大了 你吃的东西就少了 这个区域的食物是有限的 那你原来这一产七亩地 那就说白了就够 这个一百多斤的蟹吃的 那它肥子要头三百斤 是不是都吃不饱 螃蟹在田间 一般是以稻田中的杂草 绿瓶 以及危害水稻生长的虫类为食 如果放养密度过大 就会导致螃蟹食物来源不够 营养不良 这会直接影响到螃蟹的正常生长 和褪壳 现在目前看 第一个它是密度大 这是肯定的了 你这个喂的这个饲料在哪呢 夹到一个盆里吧 那走咱看看去吧 根据一番查看 专家首先发现了 孙立强蟹苗投放密度过大的问题 但除了密度的原因 专家还能发现什么 导致螃蟹退壳碗长不大呢 就这 这 哪儿 哪儿是 这个是 在桶里呢 对 这是泡过的 你平常就喂这个 都是这样是不是 对对对 这个 你这个第一个啊 就是你这个剥米啊 你自己喂一喂 嗯 有点酸的 哎呀 有种soulo的感觉是吗 有点酸味 这蟹子能吃吗 不能泡是不是 这个最好就是煮 要煮啊 煮熟了 你这个不糊熟了 它根本没有剥米味 全是sou味 这蟹子根本不可能吃 所以你这个 像你这这么扬法 你这个蟹子 给你出钱的 你不好好喂着 嗯 这肯定不行啊 你看我地里拿回那个 这是喂的苞米是吧 对对对 都是喂的苞米 嗯 根本就吃不了 这这这这啥 啥能吃了 你这包米 就我你地里捡过之后 我一直都会兜着 你看 嗯 看这里的 这挡挡鹰 是不是挡挡鹰 嗯 你要糊熟了 你看他愿不愿吃 我感觉给我喂的时候 多少他也吃点 吃啥 还吃 还这样呢 原本孙立强以为 只要把玉米泡软了 螃蟹能咬得动 吃得下就可以了 但专家却说 农户的螃蟹既吃不饱 也吃不好 到底螃蟹的进食情况如何 为了可以更直观的观察 专家建议先投食 等待晚上夜深人静 螃蟹出来觅食的时候 再来稻田中一探究竟 上炕吃了 东北就是 咱们去上炕就是 好 来咱们吃菜 来来来来 小园子种的菜都是 都是自己家的 都是自己家的 书这面的这个稻田地 打你这些是哪些年 开完的这些地 就是在我记事的时候 这是你老一辈 已经把这些地都开了出来 老一辈 那时候就是 也没有什么基建 就是用手开出来 过去吉尼省西北部 大片的土地都是炎碱地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 农业专家开始培育改良 可以适应炎碱地 种植的水稻品种 当地的百姓们 开始开垦荒地 尝试以稻制检 从原来的荒地 盐碱地 到现在的万物良田 可以说经历了 世世代代的变迁 老农人不死辛苦 辛勤耕耘的开荒 改造盐碱地 到现在新农人呢 利用这个生态重要 来保护这方土地 其实也让我们感受到了 一代又一代的这个 新老农人的努力和耕耘 ğ 哎呀 吃了吗 没看到 没吃吧 现在还看到 在尿小上这都回 我得看看螃蟹来不来吃 观察观察是吧 你看 螃蟹都过来了 你看它吃不吃 它不可能吃 它只是在上面爬过 从上面爬 从这个玉米粒上直接爬过去了 前头都没夹 都没停 这个苞米上面没有香味 它不可能吃 它这个玉米看起来是 像是被吃过的 但其实就是从上面爬的 爪子给它滑的 对 那只也是 直接走了 旁边直接就进水了 你现在就是发现的这些问题 第一 你这密度到 对不对 第二个 你这个未养也是问题 明天我可以带你到我那基地去看看 那太行了 上好就咱去实验 在那个里面好好看看 学习学习 对 戏剧经验嘛 咱们以后改进 刘老师 你这是忙什么呢 在这我们俩来了 我们这不是那个 我们东方校组织一个 我们全县的 道于中国中央的这些用户 到我这儿来今天来参观 猜猜我这系列米多少钱一斤 这也就是七百块 八九块钱 猜猜猜 猜猜猜 你那米卖多少钱 我那个米采 卖六块的八块的 十几块钱 我这卖三十块钱一斤 哎呦 卖三十块钱一斤 那为什么它也是蟹田 它就六七块钱 你也是蟹田 你就能卖到三十呢 像我们这个米啊 我们用的都是生物有机肥 我们就用蟹子来除虫 防草 难怪价格高了是吧 品质在这摆着呢 咱做道于中国中央的这个模式 就要做出高品质的大米 保护好生态 你同时在土地上求效应 专家的稻田米 已经让孙力强打开了眼界 不知道专家养殖的稻田蟹 又会带给孙力强什么惊喜呢 放这来 放这看吧 这啥呢 不少的啊 看看 哇 这大米 哇 这怎么那么大 这个这个啊 四两半以上 四两半以上 这个就是在南东北 这会儿来说养殖就是 很少很少很少 对 根本都看不见在身上了 你看你要手放在这儿的话 对啊 你看这一个巴掌那 我根本都看不见我的手了 你这蟹子怎么样了 怎么样的时候是 这为什么能长这么大啊 第一个啊 这个密度 控制密度 这块密度是 每亩地大概是五斤 我这里面呢 相对来说 有一些鱼在里面 所以这个蟹子吧 它密细密得好 这个养殖的这块啊 一定要讲究科学 这个定时 定量 定点 定值 这块一定要理解透 这个时间 一般的时候 在早晨 太阳刚出山的时候 你就要喂 下午四点左右 再喂第二遍 你看喂食点 一般的啊 大概每隔个三米 到五米之间 设一个头位点 再一个定值 这个质量 因为生猫米和熟猫米 就两个概念 喂食还有这么多的 讲究 对啊 经过专家的一番细心讲解 孙立强从没想到 养殖稻田蟹 还有这么多的门道 也对科学重阳 有了新的理解和认知 这次我来给你带点饲料 然后呢 这个饲料吧 你现在喂鱼啊 这时候鱼也不太好弄 完了你就先喂喂我这个料 看看你这个 这个能育肥 完了你就能增加点重量 是不是 嗯 然后这个我还给你下载 那个什么 那个咱们吉林省的这个 稻田养殖中华熔澳蟹 这个成蟹技术规范 你可以详细看看这个技术规范 然后有啥不明白的 你可以随时问我 行行行 从这去 从这去 蟹的这个怎么能让它吃得更方便 然后呢你这个喂食 看着啊这样 这样是给它踩成蟹坡 要吧 哎 你得让蟹的方便于上来 然后你喂料的时候吧 就这样是喂 喂完了以后这样是 哎 画个印 哎 我就就搁了这么宽 然后你看蟹的吃的宽不宽 那我明天我就知道了蟹的来里多多 往我这头打 打味 你每天都做变化 根据它吃这东西 根据它吃这东西 咱们订多少量 给它啊 哎 弹性那就得 但一定要记住给它创造一切优越条件 上来吃这方面 这忙活了好几天了 你看刘老师把咱这边螃蟹小的原因也都告诉你了 解决办法呢 你也都知道了 是吧 你还有啥不懂的地方吗 现在没有啥不懂的了 在以后的生产过程中 要是再遇到类似的问题 我会及时的跟刘老师沟通 经过了三天的帮扶 乡土专家不仅帮助孙立强找到了稻田蟹长不大的原因 也让孙立强对生态重养这条路有了更大的信心 从万亩盐碱到万亩良田 从老农人的开垦耕耘到新农人的生态保护 一代代的农人用自己的力量为这片土壤播种下新的希望 相信在未来这片土地会更加肥沃 土地上生活的人们也会更加幸福 过年了 给大家拜个年 祝大家虎年虎虎生威 这酸菜都是我们自己腌的 冬天到冬天的酸菜是必备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